大家好我是旭哥 Welcome 歡迎收看旭哥羅明薩冒險 復活鞋舍RS冒險 那今天也是一樣 來做這個最新的轉彈角的戰力分析還有實測 那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復活鞋舍RS轉彈冒險攻略 還有角色分析戰力分析實戰測試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角色呢叫做 SS連恩你遜啊 真的遜 不是是在JS裡面他比較遜 但是他其實也沒有到很糟糕啦 我覺得還不差而且旭哥其實蠻少抽到坦的 所以這隻坦的旭哥算是加減可以用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還OK啦 反正就是OK的坦 我覺得坦力還不錯啦 好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剛才講過了 那我們再講一下這個旭哥rank來到781等 總戰力2589670 有時候是那個有沒有 講到最後有時候自己習慣性就會繞出一些口頭慘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的角色 像墨鏡哥我昨天就是做 然後我今天又戰力後來又練起來 練到更高了 啊 昨天 但是其實後面就練的會速度會變慢一點 我們講這個角色是連恩 惹人厭的後輩連恩啊 真的抽到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惹人厭 有沒有我還連抽到他兩次 換了其他女角都OK 就一直抽到他 但是沒辦法啊 因為鑽有線我想說先留著等之後再 先抽其他的之後會有10下10 因為這次都主要偏打屬性的 但是 之後可能一些圖屬性的比較缺的 屬性可能還是要抽 好所以就要留一點賺 那這隻呢現在39級 然後他在第38級的時候 精神加4 然後46級的時候精神加5 然後其他就是很多加體力 所以基本上這隻角色他就是設計的 就是很多都是偏坦的風格 你看他 呃 補正值的話你可以看他竟然最高的是精神 精神目前是加79.92 我這隻目前是39級嗎 對39級所以他竟然加最多的是精神 我應該就是練到42級吧 這隻我應該不會把他練到50等 就是42等 然後體力是73.88加8這樣 就是呃 體力和精神 然後速度也不差啦 速度因為他是體速角 所以速度73.26加2 還可以接受 那但是因為他這個補正值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傷害值 應該就不會說太突出 他的技能組其實做的還不錯 就是主動技能 但是他被動技能又是 跟主動技能有點 呃 沒有特別搭在一起 所以蠻特殊的設計 那主要第一招幻景飛踢 威力1然後BP5 覺醒的話可以BP4 他就是可以邊打邊降丸 而且這招很優秀的是他有全體降丸 他是全體的 全體降丸 所以有時候要降丸腳 然後又要體觸或是要那個 打鼠性啊 然後還有就是 呃使用這種 就是坦的時候就可以派得上用場 那這招練到RANK41 第二招三龍拳威力SS 這招也蠻優秀的 然後 他的BP是11嘛 GN3是BP8 但是他 沒辦法 沒辦法 就是808放 因為這招前面那招的BP比較少 所以這招就沒辦法808放 所以我就先覺醒一次 他只要練到RANK99了 然後第三招呢 狂野拘捕 這招威力B然後BP12 決兩次的話BP10 你假如要打全體怪的話 可以用這招接這招 這招覺醒三次的話是9 然後這招覺醒一次的話是4 就是9接4這樣 可以這樣接 然後這招也可以進入隱身狀態 我們看一下 他的技能組第一招守望者 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 可以代替我方承受攻擊 而且還可以減少受到傷害 機率中 這招就是幫忙坦的意思 很像那個點尾幫曹操坦 那個有沒有那種感覺 好 那 他的第三招也很優秀 就是鐵壁守護5 受到攻擊承受傷害 減少然後效果特大 所以他的第一招和第三招 都可以減少傷害 所以他假如是棒加坦的話 他也可以額外再減少傷害 所以就很不錯 所以第三招可以再搭配在一起 然後第二招 極精的獵人 就是他在回合開始的時候 會讓自己進入隱身狀態效果小 然後試回合 還有會恢復自身的HP 那他補的不多啦 那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看看他可以補多少 然後用起來好不好用 那一樣先打小丑嘛 小丑是大家最近 大家這邊殺紅眼的 小丑已經不知道被殺多少次了 慢慢來個統計一下 小丑在這次活動會被殺多少次 呵呵 好 因為他實在太好打 有了墨鏡哥之後小丑就是 那組的這一隊呢 我目前是用就是 比較少用的陣型 這隊呢 我用的陣型呢 是這個 致命貫穿 那這個陣型呢 他在 就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時候 有加50% 那剛好很適合放槍手 或是弓箭手 這一隊就是專門給弓箭手 然後 第一位第四位呢 你可以擺 就是一般的 槍手弓箭手 或是擺腕力角都可以 因為一四位有加腕力和明傑 但是你速度角的話 盡量擺在第四位 因為 體速角的話 擺第一位的話 他會降速度 那就不太適合了 所以他有點尷尬 所以我就把連恩 擺在第四位 然後第一位擺那個 就是 呃 那位叫什麼 好 圓啦 然後最後一位 我就是隨便擺一隻 就是加成角 就擺綠毛 好 那我們就這樣 這就是我 最近用的陣型 這個致命貫穿 致命貫穿就是很適合 專門用來 這個陸法師 還有這個艾米莉亞 那之後我可能 找時間再介紹一下 艾米莉亞好了 好 我們就開始 實測 盡量把陸法師的敏捷 提高的話 他的那個 會刷得更快 所以我練功 我會有不同的陣型來調整 這樣 就看你的需求 那這一隊就是 完全就是給敏捷腳來發揮的 好 第一招神速三段圖是27592 四萬七千多 然後再打一招 五萬六千多 所以打起來大概十幾萬 好 那三龍拳 三龍拳打起來 兩萬五千八 然後兩萬九千 就是打起來其實很快 這一隊其實都 就是 沒有特別在練 但是 就可以刷得很快 也是一樣一回殺 都不是我常愛用的角色這樣 那我再刷一次好了 但是他沒有幫忙彈 連根他應該照理講 有時候會跳出來幫忙彈 但是 看機率 這隊就是我 剛好最近 想要練點新角色 喔有沒有看到他找 他會 隱身然後補76滴血 他開場 這回合的時候 開場補了76滴血 三龍拳一樣 打兩萬多 那我可能等一下去打其他關卡 喔他幫忙彈了 那個 他幫忙彈了 所以就是 只扣了156滴血 剛好看到嗎 他去幫那個墨鏡哥 坦了一下 所以他那招坦的話 扣會扣蠻少的 那招通常會扣大概300-400滴 但是他 去坦了之後 那個就 傷害就減少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他 他去坦了一下 那我們去打一般關卡來實測一下 打一般關卡的話 他就可以用到他的其他技能 我們打一下 主線好了 我們打 看看 去打2-1-1看看 這個比較常常來練習 這關還練得動啊 除了綠毛以外其他還練得動 好那來用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他剛開始他補了71滴血 然後墨鏡哥在這邊呢 他會秒殺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 就不影響 他等下 他等下麻痺之後 他下一回合就會解除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很屌 有沒有 很強勢 然後他又補了73滴血 然後狂野狙捕在這邊用了 全體技 其實蠻不錯的 其實蠻不錯的 這隻角色其實 他也蠻坦的 246滴 好我們在這邊繼續看一下他的 實測起來怎麼樣 補了75滴血 他那個極小真的是補很少啦 就補大概 不到10% 我猜大概是8%還7%左右的血 所以補的真的算蠻少 我們再來實測一次 三龍拳 跳彈 墨鏡哥就 他還沒放到 沒放到也浪費了 他接第二招是4個 他補了73滴血 剛才聯恩尼遜 其實聯恩尼遜沒有像想像中那麼爛啊 那他假如在這邊先放到招 回合先開也先放到招的話 他就會 好像在虐待這個怪一樣 他等一下就會放他的第一招 第一招是全體技 他可以順便講 幻井飛梯這招全體技還可以降完 我們要看到他降完了 這其實是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這隻還蠻算不錯啦 那我最近就是都在練這一隊 就是其實蠻好練的 好吧就分享給他 順便分享我新用的陣型 之後再來刷 等他練起來我再來去打一下其他關 好就是這個陣型 聯恩的話 他的精神速度真的 還有體力這幾個是他比較強勢的 好 那最後再刷一次 快刷還是反正這個刷很快 我再來看一下 最近這個小丑真的很好刷 只要帶墨鏡哥就好 所以我他補大概73 所以他這個每回合開始 太早都會補一下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再抽了 想說反正有墨鏡哥撐場就好 連要幫忙彈了 114滴 有沒有看到他其實彈起來也不錯啦 他有幫忙彈的話 他沒有彈的話 你看他打起來是700多滴 就是 他彈那一下其實是可以 減少扣很多 因為他那個是有減傷 第五級再加上那個 他幫忙彈的時候 又可以再減傷一次 所以我今天實測比較多場 我就是要露出他有被 幫忙彈到的那個 那個瞬間 目前大概看到他彈了兩次 兩三次吧 兩次還是三次 好那今天的實戰測就錄到這邊 今天做的是這個 連恩 你遜 好 連恩真的很遜嗎 好 其實也沒有那麼遜 但是我就叫他連恩你遜 大家會比較記得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見了